國慶典禮即將在明天登場 為了一改過去 只能從地面仰角拍攝空中機隊的 單調畫面 今年轉播單位 是特地新增了高空攝影視角 幕後工程就是國防部的軍事新聞 通訊社 由於高空高速的空中機隊 不容易拍攝 需要辨識及熟知 不同機型 各自性能的專業 因此慶重會成員之一的中華文化總會 今年是特別商請軍文社 扛起拍攝國慶空中機隊展演的任務 而軍文社也在一個月前 就開始協調拍攝場地 並經過多次的勘察 要全力捕捉機隊從遠方飛進總統府 上空的壯闊畫面 希望能帶給觀眾全新的空中機隊 轉播視角